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区园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解谜语的嚼嚼拌拌 我们要根据答案将材料包排好顺序 只有组合正确了才能得到水蜜桃味和甜瓜味的嚼嚼拌拌 看一下我们需要解开哪一些谜语呢 这包蓝色的是用来装饰的小糖粒 把三角凉杯取下来 那这四袋就是需要解谜语的材料包 我们一起来找出正确的组合吧 这一袋是一个迷宫 哪一个编号可以走到终点呢 一号的不行 四号也不行 那只有三号了,走到了终点 所以这一袋就是三号 这个呢是在圆圈里面填一个字母 让它可以组成一个词语 答案是二号 是照片的意思 那这一袋就是二号粉末包了 看看这个 魔女的魔法增强了 我们数数上面有几个不同的人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我们看角落的这几个呢 和三号都是同一个人 然后这是第四个 这一包是四号粉末包 最后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感觉不好的试一下哪一种交通工具呢 有潜水艇 飞机 新干线 还有船 选一号潜水艇 因为它的发音和感觉不好是同一个意思 好了,我们找到一二三四的顺序了 一二组合呢是甜瓜味的夹夹斑斑 三四是水蜜桃味的 所以一号和三号粉末包功能是一样的 二号和四号是一样的 我们调换一下顺序 看看一三二四 这样的组合会有什么神奇的变化呢 我们先来做一号和三号的 用三角杯倒一勺水 大家看这个呢是黄色的 有一点点黏 再倒入三号 颜色会变化吗 诶,也是黄色的 不过搅拌起来就更黏了 有一点像麦芽糖呢 可以拉得很长 会是什么味道呢 好甜啊 太甜了这个组合 再来看一下二号和四号 同样加一勺水 这次是蓝色的 闻到了甜瓜味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应该是用来调味的 真的是甜瓜味的 有点酸 再倒入四号 应该是水蜜桃味的 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粉色和蓝色组合在一起 变成了紫色 这个就没有前面的那么黏了 天啊,好酸好酸 太酸了 那我们把两个混合在一起 应该就会刚刚好 开始有点像棉花糖了 不太好搅拌 很黏 最后得到了这个颜色 好大的一团棉花糖 可以卷好几圈呢 嗯,这次就很好吃了 酸酸甜甜的 最后加上装饰的小糖粒 哇哦,好漂亮呀 味道应该会更棒 嗯,好好吃啊 酸甜刚刚好 那这次的嚼嚼斑斑很有趣呢 还需要我们自己来解谜语 希望你们会喜欢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